大家好 欢迎收看水晶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大宋少年制第二季精彩剧情最新预告 幕后的大boss出现 结局瞬间迎来大反转 由张新成 周宇彤等人饰演的古装悬疑剧 《大宋少年制》早就迎来了大结局 该剧自播出以来 剧情的模式一直都是低开高走 豆瓣上的评分一直高达8.1 这部剧之前其实是作为风神演绎的进播后的旧集剧 所以播出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官宣和曝光 然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其实也是出人意料 各个主演也是凭借其剧吸粉无数 小伙伴们最喜欢《大宋少年制》当中的哪个角色呢 在《大宋少年制》的第42集大结局当中 让人没想到的《大boss》居然是陆冠年 不过陆冠年本身其实并不坏 他只不过是想舍小家喂大家 他的初衷就是保卫大宋的安危 陆冠年这样的一个大boss 其实也是比较符合该剧反转的剧情 总归来说该剧的结局虽然不太好 袁伯奇 陆掌院等人纷纷领盒饭 不过对于他们本身而言也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丁二这个最该死的角色其实并没有死 就他的人其实是赵俭 因为赵俭的爹赵王爷被丁二控制起来了 该剧最后虽然交代了每个人的结局 但是正当袁伯新和赵俭为大家撒糖的那一瞬间 最终结局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给了观众们一个措手不及 虽可能会再出一部大宋少年制二 也可能会再出一部大宋少年制续集 用以讲解七宅六人去下的故事 在续集当中 小伙伴既可以看到幕后大boss的出现 这个人既不是大结局里面的大boss陆冠年 也不是反派一号秦木北 而是西夏的太子连灵哥 之所以说连灵哥是大宋少年制的幕后大boss 是因为一起布局和谋化的都是他来设计的 米其木北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 米其木北很聪明 他劫持了赵王爷 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赵俭 而是为了继续挑起战斗 当然这一切都是林灵哥安排的 林灵哥此举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得到七宅六人 之前那场战已经证明了七宅六人的能力 引起了大宋皇帝的重视 而在这个节骨眼上 林灵哥设陷阱让收服七宅六人 并且绑架赵王爷 目的就是为了杀了皇帝眼中的这些爱臣 以便继续挑起战争 可最终大结局 并不是林灵哥期待的那样子的 为了留下七宅六人和赵王爷的命 赵俭便答应嫁给米其木北 成为了西夏将军的媳妇 而欺诈其他人 则一直被囚禁在西夏 永远无法回到大宋 正当大家看到 袁博新和赵俭这对CP撒糖 赵俭却出乎意料地嫁给了丁二 幕后最大的boss出现 最终结局也是瞬间大反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采资讯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